鬼灭之刃之中鬼杀队的队员有12个等级的对接 最低位是刚刚加入时的鬼 最高是甲级的队员 而在这12级之上 就是鬼杀队的九柱 对于老师在漫画中提过 要想成为柱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是斩杀12鬼院 第二个是斩杀50只恶鬼 这两个条件对于大部分鬼杀队队员来说 都是十分苛刻的 即使不是12鬼院 其他等级的恶鬼都足以让很多鬼杀队队员丧命 这两个也是对于成为柱的队员实力的考验 成为鬼杀队九柱之后 他们要面对的战斗会比之前更加凶险 而我们的主角炭治郎在战斗中 已经斩杀了三位12鬼院 已经满足晋升条件的炭治郎 为什么还没有被晋升围住呢 炭治郎斩杀12鬼院的行动 都是有助在场帮忙 炭治郎是与他人合力才将12鬼院斩杀 炭治郎的实力在战斗中逐渐提升 但在断道村后 才能完全使用水之呼吸与火之神神月的混合呼吸 炭治郎与夏贤一眼梦 上弦六级夫太郎与洛基 上弦四半天狗的战斗 都是有助帮忙 并且与他人合力才将12鬼院斩杀 炭治郎的实力在不断成长 但由于呼吸法之间 无法自如切换水之呼吸与火之神神月 万文觉醒的随机性 炭治郎的实力在断道村的战斗结束之后 才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 在无限列车天与夏贤一眼梦的战斗中 炭治郎是在严重大队与之柱 瘤豆子 善意的帮助之下 才能顺利斩杀眼梦 在前期被眼梦控制之后 炭治郎靠着自己的意识 跟尼豆子的斜柜术 逃脱了眼梦的斜柜术 已经跟列车融为一体的眼梦 将车上的200人作为人质 因为有了严重大阁与善意 尼豆子对列车人员的保护 炭治郎与一只柱才能前往对付眼梦 在对付眼梦的过程中 没有一只柱的提醒跟野猪头套 炭治郎差一点就会眼梦并去自杀 因为严重等人的帮助 炭治郎最后才能斩杀了眼梦 在与眼梦的战斗中 炭治郎也受伤不轻 因为炭治郎对列车上乘客的保护 才让炭治郎能力全力与眼梦对战 个人感觉最大的功劳在炭治郎大阁身上 而上弦三的出现 让炭治郎为了保护所有人 牺牲在了无限列车片的结尾 炭治郎这一次 斩杀了12个月的下弦 的确不能让他成为柱 还有一个原因 这一次与下弦一的战斗 其实是炭治郎让鬼杀罪 接受你斗子的保证 在无限列车片结束时 炭治郎与一之柱 善意的实力都还没有到达处级别 而在花界片 炭治郎同样是与阴重 一之柱 善意 你斗子合力才斩杀了 上弦之六的吉夫太郎与过击 上弦之六十分特殊 两只鬼都有十分强大的实力 而且必须将其同时斩杀 才能完全消灭 炭治郎主人通信全力 才将上弦之六同时斩杀 这一场战斗中也暴露了炭治郎 当时在呼吸法的一个问题 他无法在水之呼吸 与火之神神月之间自在切换 在与上弦六的战斗 因为过度使用呼吸法 在直升一瞬间就倒下了 花界的战斗中 每一个人的功劳都一样大 拼住几次救下炭治郎 炭治郎等人拼死掩护 彼此只为给推方创造机会 最后炭治郎 善意 一之柱才能一起斩下 基夫太郎女弱基的手机 你斗子的血鬼术 也帮助炭治郎四人解决了毒素活了下来 在花界片结束之后 其实炭治郎一之柱 善意应该都拥有 全下弦鬼备战的实力了 彼住的实力只差一步 断到村边与上弦四半天狗的战斗 炭治郎是与你斗子 玄迷 练住甘露斯合力 来将半天狗斩杀 因为半天狗的分身能力 炭治郎等人陷入了苦战 在知道了半天狗的能力所在后 又被他分身合体增破天拖住 在炭治郎你斗子 全面三人前往这整体半天狗时 炭露斯一人拦下了实力强大的增破天 这才可以让炭治郎顺利斩杀半天狗 而另一边的侠助吴翼郎 与上弦五玉扶的单挑战中 吴翼郎觉醒巴文秒杀了巨蜀 这一次战斗可以看出 炭治郎的实力成长很多 在断刀顺边结束后 炭治郎一之柱 善意的实力已经可以对战下先了 因为你斗子不怕阳光以来无惨的鲸鱼 鬼杀队开启了全面的斑文觉醒训练 对那一心变强 对于谁人可以晋升为助的事情 暂时放在一边 所以炭治郎一之柱 善意都没有被晋升成为柱 在断刀批决之后 因为你斗子的原因 吴翼与鬼杀队的最终对决 已经悄然开始 鬼杀队对那一位炭治郎 与吴翼郎的斑文觉醒 开始了针对鬼杀队全员的斑文觉醒训练 所以对于晋升谁成为鬼杀队九度的事情 全部放在一边 鬼杀队上下一心都是想要在最后一战来临之前 让更多的人学醒斑文 为斩杀无惨积攒更多的有生力量 炭治郎等人的实力在这一次训练之中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吴翼城决战开始后 鬼杀队全员队地鬼阵营 这是是否晋升为助已经无关紧张 在与上弦三一握作的斗篇中 觉醒了斑文加上通透境界的炭治郎 让一炎觉得炭治郎已经是能够 为上弦对战的处体别战力了 在炭治郎与福光一勇的合力之下 上弦三终于被斩杀 炭治郎也被严重大和报了仇 而另一边的善意 在没有觉醒斑文的情况下 单杀上弦六块月 一只柱与香奈夫 也斩杀了上弦二头魔 这里三人其实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柱了 炭治郎经过与十二鬼月的几场战斗 在鬼杀队中的地位 也从一个普通队员上升到一个 跟柱一样重要的角色 炭治郎斩杀了三位十二鬼月 却未能继续为助 最主要的原因是 每一次战斗都有柱在场 而且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前进炭治郎的实力 虽然在不断变强 但在断刀顺偏之后 炭治郎的实力才完全达到柱的水平 虽然炭治郎 善意 一只柱没有做知名 但在我们心中 他们就是当之无愧的投柱 是柱 柱柱 我是阿维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关注我 谢谢您的支持